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润光焕发 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有一天上班途中 觉得大拇指异常的疼痛 我就不对了 我就照一张一双片 照一双片看 我的大拇指怎么不见了 骨头都不见了 想放弃自己 不想不想去开了 因为开了 操作甚至可能要节肢 我又喜欢运动的人 下次没有了下肢我怎么办 不知道当时脸好带片了 就把片子锁锁上去了 结果开了就还好 他还帮保留了大小腿 骨癌手术复原 没想到老天爷给他更严苛的考验 42岁发现肾障癌 47岁又罹患假装腺癌 三度与死身擦惊而过 因为他在讲话态度 不是很客气 我也火了 我都不信你摸我看看 他一摸我他就笑出来了 他说陈医师 我不知道你那么幽默 你忙我能力 结果就带他一起去医院去 两个一起做 结果没错 都是假装线癌 第三次就这样子 我的第三次的癌症是被病人发现的 三度离癌重重打击了他的自信心 没想到健康竟可以如此的短暂 索性他有一个坚强的太太陪他走过 甚至每天带着他做气功 调养身体 当然这细节他一直浓了浓了下去 到最后我就觉得说 家庭是非常重要的 家庭的关系是非常重要 尤其在你一半得癌症的时候 你必须要命得顺受 因为生病的人说实话 他的心境非常的过稳 而且他脾气变得很暴躁 这是每一个人都难免的 所以包括我跟病人来的时候 我都已经跟病人家里想 你很伟伟的很了不起 真的是很了不起 他开始接触音乐 靠着音乐洗涤转换信念 而这首《你是我的生命》 也是他对抗病魔时的心情写照 其实说实话 其实人在当你给他鼓励的时候 当你生命快失去了之后 你会觉得真心关心你的 那才是真爱 所以我就听了这首歌 很感谢 就觉得这真的是 我最喜欢的血液 也会表达我内心的 所想要的一切 陈医师说 哎呦就是要为生活 创造许多挑适身心灵的点滴 因此诊所里 还有一个小朋友 是他的知音 陈医师在这几年也研究了许多各国在癌症治疗上的趋势 如整合性的医疗 结合食物疗法 海洋植物营养保健法 气功疗法 心灵疗法 及健康管理等 因为癌症治疗 目前除了传统的手术及化疗外 也发展出许多天然萃取成分 其中由行政院农委会水产试验所研究的 台湾小分子核枣糖胶最受瞩目 不仅可作为治疗的辅助选用 也可以作为预防的保健食品 我有三高 糖尿病高血脂 还有就是那个高血压 我想我以前糖尿 我以前我学到他们都在178 我现在也没有用药物治疗 也没有用药物 都还没有用药物治疗 我想我一直想用蔬果来治疗就好了 那现在吃了荷杂以后 都到130左右 台湾小分子核造糖胶 富含硫酸基 其中的硫酸根 具有抗氧化与调节免疫力的功效 与皮肤的老化与细胞再生能力也有关 而小分子的结构也更易于人体吸收 你任何的产品 只有帮助你什么 那你的免疫力提升 那我们免疫力提升最重要的是什么 那我们的NK细胞能够活化 NK细胞又活化的时候 它本身的免疫力占出来了 NK细胞可以专门去打癌细胞 陈医师也出版了自己抗癌历程的书籍 与大家分享 在各地举办的签书会与演讲 也都获得回响 他想告诉大家 癌症并不可怕 难以医治的是对于未知恐惧 只要用对方法 你也可以和他一样 每次都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